一性之间的相处,最重要的便是把握好节奏和分寸,切不可操之过急,否则将会适得其反。 有的人控制不住自己的喜欢,耐不住性子,对喜欢的人穷追不舍,最终把对方逼得不敢再靠近自己,两个人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僵。 所以,男人一定要明白,撩女人的时候一定要沉得住气,掌握好节奏,该慢的时候慢,该快的时候再快。 变心是本能,忠诚是选择,很开心你能来,不遗憾你走开。 大家好,欢迎收看《心灵奇旅》。 1.撩女人,掌握好节奏,就能事半功倍。 相信很多人都听过或者看到过这样一句话,喜欢是放肆,但爱是克制。 喜欢和爱是不一样的,喜欢一个人时,你会迫不及待地想要拥有它,总是在它面前不断地表现自己,希望能吸引它的目光。 喜欢一个人时,你甚至还会霸道又无理取闹地要求它只能跟你一个男人亲近,希望它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你一个人身上。 喜欢是霸道,任性且张扬的,是没有顾虑的,是肆无忌惮的。 而爱却不同,爱一个人时,你愿意去尊重它的想法和习惯,你会包容它所有的小脾气,你宁愿委屈自己也不愿看到它难过,你会适当地克制住自己的爱意和冲动,只为能让它自在一些,不愿把它逼得太紧。 年少时不懂事,喜欢上一个人便会不顾一切,大胆而热烈地去向对方表达自己的心意,每天都追在他身后为他献殷勤,以为只要死缠烂打,就算他当下不喜欢你,也早晚有一天会为你心动。 可当你长大后,如果你想早点拿下一个女人的心,就一定要明白,这种穷追不舍的追求方式是不可行的,追女人。 必须用对方法技巧,你才能取胜。 适时上撩女人,掌握好节奏,就能事半功倍。 节奏太慢,会让女人觉得你很无趣,太迟钝,节奏太快,一不小心把她逼得太紧,就会让她对你产生厌烦心理。 保持忽冷忽热的态度,你才能更快地拿下她。 灵妖在她伤心难过时,要掌握快节奏。 虽然说,追女人的时候不能太过热情,但是如果你该热情的时候却表现得很冷淡,那你很有可能彻底失去她。 当她伤心难过时,当她感到压力大而绝望时,当她遇到困难时,你一定要掌握好一个快节奏。 意思是说,此刻的你,不应该在冷眼旁观,而是对她稍微热情一些,好好地陪在她身边,鼓励她,帮助她,陪着她一起振作起来。 这个时候,倘若你还表现得很冷淡,她一定会觉得你根本就不在乎她。 女人大多都是缺乏安全感的,有的女人在经历过情伤之后,就很难再相信一个男人了。 所以,你必须用行动向她证明你的真心,给予她足够的安全感,用行动告诉她你会守护她一辈子。 02,在她对你冷淡时,掌握慢节奏。 当女人对你不搭不理的时候,你也要适当对她冷淡一些。 说白了,这其实就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一场博弈,谁主动谁就输了。 这个时候,如果你还一直追在她身后对她献殷勤,不停地讨好她,哄她开心,她非但不会领你的情,反而还会因为你的顺从更加的肆无忌惮。 要知道,你无底线的包容只会让她更任性,以后她也会动不动就对你发脾气。 所以,当她对你冷淡时,你要掌握一个慢节奏。 她不理你,你也不理她,故意不去关心她。 当她发现你不再一直围着她转时,心里就会觉得空落落的,突然开始习惯你的存在,害怕你不再喜欢自己,她会迫不及待地想要挽回你的心。 林三在和她相处的过程中,学会忽冷忽热,欲聚还赢。 在和女人相处的过程中,一定不能对她过于热情,也不能太过冷淡。 只有掌握好分寸,学会冷热交替,你才能提高效率。 女人就是这样,你太宠着她,她只会仗着你对她的好越来越不把你放在眼里。 对她热情的同时,偶尔对她冷淡一些,忽冷忽热的态度能增添你的神秘感,同时也能让她产生危机感。 其实这就是抓住了女人的软肋,你越是死缠烂打摆出一副离不开她的模样,她越是对你冷淡,但你的态度冷下来了。 她反而会发现你的好,并对你热情起来。 要想撩到心仪的女人,没有一点套路和手段,最终的结果一定是鲨鱼而归。 所以,追女人的时候,不要总想着为她付出一切,没有技巧性的付出是毫无意义的。 不掌握一点方法,即使你为她做再多,她也很难被你打动。 掌握好节奏,懂得收放自如,张弛有度的感情,才能维持更长时间。 其实,你只需要了解女人最深层次的情感需求,知道女人想要的是什么样的爱情,再对症下药,就一定能够得到想要的结局。 说白了,绝大多数女人都希望得到某一个男人独一无二的偏爱,而她们常常在感情里表现出患得患失。 只要你掌握好了节奏,就能让她对你倾心不已。 就像张小贤写的那样,无论女人看起来想要的是什么。 她最终想得到的无非两种东西,很多的爱和很多的安全感。 所以,让她看到你的爱,给她足够多的安全感,你就能够成为她生命中最特别的存在。 二,如何给女人想要的安全感。 从浅到深,全过程操作技巧。 如果,想要让一个女人安心地跟着你,安全感是一个必备的因素。 一般来说,在追女人的整个过程中,主要在后半阶段需要给女人足够的安全感,她才会答应做你的女朋友。 我们可以理解为,安全感就是给女人一个定心丸,让她把自己放心交给你。 如果你真的爱这个女人,那么你一定要做到这一点。 想要给女人安全感,首先,我们要了解女人为什么会缺乏安全感。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思考。 从比较浅的层次来看,女人的生存得不到保障,就会缺乏安全感。 相对于男人来说,女人的社会生存能力比较弱,而且,在两个人结婚之后,女人更需要负担起照顾家庭事务的责任,在生存上就更需要依靠男人。 从比较深的层次来看,女人的繁衍价值得不到保障,就会缺乏安全感。 相对于男人来说,女人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她的繁衍价值,为了保护自己的繁衍价值,女人在感情上会更加慎重,更加专一。 所以,女人也要求男人在感情上足够专一。 其实,总结来说,男人想要给女人安全感,主要是以下两个方面,生存上的安全感以及情感上的安全感。 男人只要在这两个方面,做到让女人有安全感,那么,她就会放心把自己交给你。 那么,具体该如何操作呢? 其实,也很简单,依满足女人生存上的安全感。 这一点很容易理解,就是给女人足够好的物质条件, 让她觉得,假如以后跟你在一起,生活方面有保障,以后孩子的生活,教育环境都会很好。 具体操作方法分为两点。 01让女人知道你愿意为她付出。 即使你在有钱,但是不舍得为女人付出,女人同样感受不到你的爱意,安全感得不到满足。 举个例子,假如你有100元,女人看上一个90元的包包,你给她买了,她会很心动。 而如果,你有一万元,女人看上一个200元的包包,你给她买了,她会觉得没有什么,不会心动。 说白了,如果你想让女人知道,你愿意为她付出,就要让她知道,你付出的背后都经历了什么。 再比如,你为女人买一杯奶茶,她会觉得没什么,但是如果你跟她说,你跑了几公里,只为买比较好喝的网红奶茶给她尝尝鲜,那她就会心动。 所以说,男人有时候需要更有心机地去追女人。 02懂得为女人画饼 对于多数男人来说,在追女人这个年纪,基本上没足够好的物质生活,处于事业的拼搏期,这就需要男人学会给女人画饼。 你现在没有足够好的成就,不代表以后一直都这样。 一方面,你需要让女人看到你的努力,你可以多跟女人聊聊你工作上的事情,包括未来的计划,等等。 另一方面,你需要给女人描述未来的生活场景,给女人一个幻想的空间,比如,在一起之后,你们会一起去哪里玩?会一起完成什么事情?会是一个怎样的生活状态?等等。 当女人觉得,跟你在一起后会过得很好,那她就会有欲望,想跟你过下半辈子。 上面我们说了,女人之所以会在情感上缺乏安全感,是因为她的繁衍价值受到了威胁,那想要满足女情感上的安全感,就需要保护女人的繁衍价值。 具体操作分为两个方面,01对她的感情足够专一,一方面,保持与其他女人的距离,如果关系足够好的话,可以经常跟她说明你的行踪。 另一方面,对她足够包容与谦让。 当然,不是无节制地包容女人,还是需要有自己的原则,做到一些小错误原谅她,小原则让着她,大度的男人会更受女人的喜欢。 02把女人当成孩子对待。 在感情上,男人如何定位两个人的位置,才能给女人安全感。 最好的相处位置是,把自己当成一个父亲一样,去对待自己的女儿。 试问,哪个女儿在父亲面前会没有安全感? 当女人迷茫的时候,你能带她走出困境。 当女人受委屈的时候,你能帮她排解情绪。 当女人徘徊的时候,你能勇于帮她做出正确的决定。 这些都是一个父亲都会做的事情。 当你把女人当成孩子,她会越来越依赖你,从你身上找到更多的安全感。 给女人安全感,主要是在追女人的后半阶段。 在女人接受你之前,男人必须做到这一点。 其实,我们能把思路理清了,操作起来真的不难。 追女人从来就不是一件难事,关键要掌握正确的技巧和方法,希望男人能掌握这些技巧和方法,从而得到幸福。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,感谢大家的观看。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,记得点击订阅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